中国塔克拉玛干出现罕见奇迹 108间水景房每年花千万维护 美专家感叹 又一伟大发明 欢迎收看本期中华振兴 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公路防沙靠喝水 每年花的巨资让人难以想象 为了实现沙漠公路的畅通 中国每年需要耗资上千万 在沙漠中打造108个水景房 面对中国人赤巨资 在沙漠中创造一项奇迹仪式 外国人并不是很理解 毕竟中国的沙漠公路 并没有多少汽车通行 所以西方国家认为 中国在沙漠中创造绿色走廊 不过是面子工程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很显然 西方国家并没有深入了解 中国建设沙漠公路的初心 京新高速是连接首都北京和新疆乌鲁木齐的高速公路 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交通要道 全长2540千米 贯穿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六个省区市 塔克拉玛干、沙漠 其作为吸出丝绸之路的枢纽 我国石油的重点勘探区 可以说从古至今都是备受关注的 据报道 截至2022年6月 我们已经陆续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建造了四条公路 塔克拉玛干沙漠常年被封沙所笼罩 我们为了不让公路被沙尘掩埋 就不得不种植防风固沙植被 而种植的第一步 必然就是水的引入 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处我国最大的塔里木盆地 同时又是中国最大的沙漠 因此这里的粘降水量平均只有几十毫米 但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左右 极端的气候与自然环境 让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为了死亡之海 生命禁区 可即使是这样的地区 依然没有使我们放弃建造公路的想法 作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这里的沙土松散 犹如地上沼泽一般 即使是行人走过 也有陷入其中无法脱身的可能 为了能够在这种沙土上建造公路 专家们经过长期的研讨后 得出了最优解 那就是在公路建造上使用强机薄面技术 并且同时推进相应的防沙工程 强机薄面技术 具体而言就是使用专业的设备对路面进行冲击 从而将沙土中的空气含量降至最低 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地提高了路基的结构稳定性 而说起防沙工程 我们其实也是早有计划 可以说自2003年起 塔克拉玛干公路就已经开始推进防风固沙工程了 而主要操作 就是在道路主体的两侧 种植上近80米宽的防护植被 这些植被大多为具有抗逆特点的沙拐藻 撑流以及缩缩树 与此同时 公路的技术研发部门还发明出了草方阁植被放置法 通过将芦苇等植被编制成方阁以及栅栏 就可以辅助抗沙植被发挥出更优越的表现 在两方面的互相作用下 公路的防风固沙性能几乎达到了完美 但无论是芦苇植被的放置还是防护林的生长 其实都对水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 为了灌溉防风固沙林 我们在公路每隔4公里的位置 便会设置一处水井 直到2023年时 我国已在塔克拉玛干公路周边建设了109口水井 在起初 为了保证水源的稳定 我们使用的是柴油发电技术 这种技术虽然高效 但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为了避免另一种资源的浪费 我们便开发出了太阳能技术 利用太阳能发电为水井的运作提供有力的保证 让水源可以稳定地浇灌到每一处氯化区内 如今 人工灌溉保证了防护林每隔10个小时 就可以汲取一次水分 可以说 塔克拉玛干公路是一个喝水公路的说法 不存在任何的夸大吹嘘 那沙漠公路是面子工程吗 很少人过为何还要修 塔克拉玛干公路的通行需求并不大 甚至可以说是人际罕至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路是面子工程 因为公路从建造之初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辅助石油勘探开发 沙漠公路的建造维护成本其实是体现在多方面的 首先 在防护林方面 伴随着近11年的植被种植 公路附近已经形成了3500公顷左右的绿化林木区 种植科数也超过了2000万 虽然这些工程形成了非常优越的环境效益 以及对公路的防沙效益 但从种植成本来看 投入不可谓不大 除此之外 为了满足这些植被的日常灌溉 我们投入的水井开发也达到了百余口 即使在彩水方面 太阳能发电技术比柴油发电效果更好 每年能够节约近770万元的成本 但总体的水资源使用 以及能源成本也是没办法忽视的 在彩水之外 人工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 目前 这里还无法保证全方面的智能化灌溉 也就是说 每一口水井附近都需要安排相应的工作人员 进行固定时间的人工灌溉 粗略算下来 近436公里的公路绿化带需要投入的人力资源 也是难以想象的了 如此高额的维护成本 为什么还是没有打消我们建造沙漠公路的想法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我国的一大石油开采区 总的来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已经在塔克拉玛干公路发现了克拉二 哈德 塔中等30多个油田 当地的粘油气产量高达3000多万吨 虽然这里的油气含量丰富 但开采难度 资源运输以及设备运输难度都是难以想象的 而也是为了保证石油开采的稳定进行 我们才开展了公路的建设计划 伴随着石油勘探对公路基建的需求 以及公路对石油开采的辅助作用 二者交互下 塔克拉玛干公路目前的总里程已经来到了1770公里 曾经的死亡之海也已经成为了我们名副其实的后花园 所以说 公路不仅不是面子工程 甚至可以说是公路中的模范代表 因为目前 这条公路不仅对石油开发起着重要作用 在环境保护与提高当地经济方面 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沙漠中的公路没人走 其实背后有着双赢效益 作为沙漠里的奇观 塔克拉玛干公路与周边的执载 形成环境效益的同时 其实也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 而人工建造的沙漠绿洲 也成为了许多人才的向往之地 对于当地人而言 随着塔克拉玛干公路的建成 周边的农作土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并且由国家牵头开采的水景 也为他们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 与此同时 专业技术人员还带来了 适合当地种植的经济作物 目前沙漠边缘城镇的居民们大多种植着红枣 核桃等经济作物 并且在政府的协助下 农货也可以通过完善的公路交通网 源源不断地向外地进行转销 而对于政府而言 沙漠公路也可以成为 打响当地旅游业知名度的一大标签 而伴随着交通的便利 以及与楼兰古城 湖阳林等沙漠旅游资源的联动 当地的经济收入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从环境效益来看 在公路对沿途近90个水景房 进行光伏改造之后 沿线的光伏发电量 已经达到了每年300多万千瓦时 节约下来的柴油高达千余吨 并且防风固砂林木带 每年也可以固碳2万吨左右 不仅如此 防护林还可以中和公路上 通行车辆的碳排放 从而形成额外的环境效益 可以说自1993年起 公路便被我们提上了日程 截至目前 新疆已经建成了6条沙漠公路 我们完全可以预估 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公路落地 让当地形成更完善的交通运输网 而公路为了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瑕疵 就要不断地投入新技术 为此也就会吸引更多的高精尖技术人才 来到这里开展工作 到时候 沙漠公路的开发将吸引更多的技术研发人员 到此落户 而完善的运输网也会吸引众多的流动人口到来 伴随着人流量的增多 当地的经济收入与基础设施 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可能 当地居民的收入也必然更加稳定 当地的经济作物销量也会大大增加 可以说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建设工程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所以中国每年斥资千万 专门在沙漠公路上建设水井房 它们的作用就是为两侧的灌木丛提供水分 水井房中的水源 主要来自于深层地下水 通过抽水机将它们抽上地表 然后利用滴灌技术输送到远方 而且这些水井房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维护 毕竟在沙漠中 抽水机想要维持长期工作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光电能就难以解决 所以中国采用柴油发电机的方式 会有人员定期给发电机添加燃料 这也是成本开支 如今沙漠公路已经修建完成 虽然现在的车流量还不算太大 但它却有效沟通了中国东西部 最为关键的是 它对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物资运抵东部 并且让东部地区的资金 技术与人才进入到西部 争取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